我真的會做甜品當作正餐 我可能買了整個蛋糕回來 我就會切成四分之一就拿來吃 Grace 我們來到這個甜品環節 你喜歡吃甜品嗎 超級喜歡吃甜品 我可以當作正餐 這個希望適合口味 這味道就是香芋鮮奶燉蛋白 先將鮮奶蛋白攪勻 蒸大概6至7分鐘至到很嫩滑 再將它預先蒸熟的芋頭壓成芋泥 混合鮮奶和椰汁 製成芋頭的溶汁 在出品前淋上鮮奶蛋白 我這個黑白千層糕 它由黑芝麻糕和白芝麻醬交替而成 黑芝麻糕很香濃 濃郁入口會很鬆軟 白芝麻磨成的醬 這樣就混入少許奶黃點 令它更香更有順滑 重複三四層 你見到就造成黑白分明的效果 我經常覺得中式甜品 和西式甜品的做法很不一樣 我自己喜歡烤一下蛋糕 但中式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我覺得很複雜 很多功夫的東西 你說一層層 我已經在想到 它有點像紫米露 味道 你本身有芋頭你喜歡吃嗎 很喜歡 我每次朋友去台灣 他們買很多芋頭酥 每次都要買回來 有九粒 我可能在半個星期已經吃完 但現在台灣是嬰兒 你會不會太甜 其實我都知道是沒有吃那麼多 我都可能比平時少了些 但我又覺得 因為始終我第一胎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徵狀發生 就是我很沒有胃口 甚至乎吃一點東西 就會頂住不舒服 我覺得如果有胃口 想吃那樣東西 不如不寒吃一下 令自己開心一下 難得吃到 所以我覺得適量 每樣東西都不太過分就可以了 對… 對… 即是最重要 如果有些人不拼命吃甜的東西 真的不太好 有些人拼命吃辣 我知道 然後覺得嬰兒皮膚不好 但我又覺得 因為你會想吃一些 會令你的口感有些感覺 因為你始終吃平日的食物很淡 所以會吃濃味一點 重起味一點都可以 通常我們甜品環節 會說一些愛情的東西 我應該都會問你先生的東西 甜甜的東西 那家榮有沒有 那些人拼命 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那他認不認 我還以為你會問我 家榮有沒有做甜品給你吃 做就沒有 買就有 他也給你吃 他不會看得很緊的 又不是的 他也會 因為他 我剛才不是說笑 我真的會做甜品當作正餐飲食 我可能買了整個蛋糕回來 我就會切四分之一 就拿來吃 然後他說 你可不可以吃了一些 比較有營養性的東西 多一點 吃個主菜 你選一會兒再吃甜品 那起碼你自己都吸收了 需要的維他命 蛋白質 那我就經常說 那甜品呢 其實都有它的維他命 他算不算是那些緊張大事 緊張的 緊張的 那我覺得 你親一個人 你都會緊張他的健康 所以 我也會照顧 這個 他也有份 我都會照顧裡面那個 那平時你會不會有緊張他 你不要吃那麼多 蛋糕醇膏膏 你有沒有這些 其實他本身都吃得很清淡 對 他會是多菜多魚小肉的人 甚至乎這陣子我們吃多了素食 我最初都怕和擔心他會不喜歡 因為始終可能男生都會喜歡吃大大口肉 但又不是 他又很接受 而且覺得 還沒有那麼肥膩 對自己又好一點 所以就慢慢你會發覺 我們家裡的食物的習慣都會改變了 你們的家庭很甜蜜 有留在你的IG也知道 謝謝 你們的幸福 另一件很甜蜜的就是 我知道你最近幾個月 都參與了很多 一個叫做 Love Express的慈善組織的活動 對 那你會說一下這個組織是什麼 好啊 其實都是一個很巧合地遇到的 一個慈善機構 話說我跟另一個朋友 其實從去年開始都想 去做多些義工的 因為自己現在在拍劇方面都少了 有多些時間就想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亦都希望自己可以用這件事 可以感驗到多些人都做多些慈善的活動 就是慈善的服務 有一天我的朋友就打給我 就說 我的男朋友原來的依依是在做一個 叫做Love Express的機構 他就是專門幫自閉症家庭的兒童 他們其實是由父母開始的 因為很多時候 父母首先他們要去明白到 小朋友有機會有自閉症 然後知道了之後 最好有early intervention 越早知道 越可以幫助到他們的小朋友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請一些 counselor去他們家 跟他們去聊天 輔導 教導他們怎樣跟小朋友去接觸 往往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自己都是得了很大的 暫時我們目前為止 一般都沒有跟這些家庭在一起 因為都是契情的問題 但我們就做了一些抗疫包 口罩 手洗澡給他們 還有我剛才就開了一個 baking class 我自己第一次是 錄餐 所以就 始終會有些少許代價 不要緊 跟他們一起接觸的時候 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感覺到他們都覺得 哇 原來你都會想跟我們有這個交易 但其實我就覺得 你們給我的東西更多 是 是 很有意義 有些人如果他們有這個時間 甚至乎是 每個星期有一兩個小時的時候 如果他們可以下來幫忙 或者找一些是感動到他們的一件事 你有心去做一定會做到的 即有些可能是 目標是一些老人家長者 有些人就是小朋友 有些人就是教育 很多不同範疇 我覺得 香港和你剛才說的就是 其實很多個charities 很多人都很用心地幫忙 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有這個小小的時間 就不妨去做 如果沒有的話 捐錢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 我知道你其實在這個組織裡面 你也踢入了一個 叫做一個role 一個角色 都想長時間考慮幫他們 是啊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 commitment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是很大的 blessing 就是他們都信任我去做這個role 因為我第一天去到之後 我就覺得 拍完這些照片 當然是想在IG tag他們 我發現他們在IG 原來沒有經營過 甚至乎上一個post 已經是2014年 然後我說 喂 搞不定 搞不定 我說不如你把帳號 讓我去幫你做一下 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經常都是 剔頭髒按電話的人 我是很喜歡玩社交媒體的 他們就說 好 好 好 如果你有這個時間 你就幫我們做IG 現在就變成了 我是做社交媒體那邊的 一些工作服務 我覺得挺好玩的 其實我現在在這裡 經常都會想 我們可以怎樣去 整個整個 layout 讓人按進去 已經吸引了 再會因為這樣的吸引 去了解這個機構在做什麼 那會不會最後 叫你的藝人朋友 去幫忙 對 有 很多 我們接下來都會有一個 叫做Lovestone 這個石頭 其實我們就想 給一些不同的藝人 或者不同的香港人 一起去畫 他們每人都有一個 白色的心心 你畫自己喜歡的一個設計 我們就可能拿去拍賣 對 或者可能做一個展示 給大家去知道 我們在做這個外傳遞 嗯 真的很有意義 那你會不會找老公去 會 一定會 他暫時沒有做過 他已經跟我說 完全是可以隨時幫忙 那些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事情都在經營 我都想是在 很肯定我們想做什麼的時候 才找他幫忙 好 好 多謝你八毛之中 都抽空接受我對的訪問 希望你繼續吃這個甜品 好 我會繼續吃 阿鐵再跟你聊天 謝謝 我吃東西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就是我很喜歡分開食物來吃 例如炸雞 我就喜歡分開炸雞皮 吃完雞才吃皮 吃壽司 吃完飯才會吃魚 因為我覺得 Save the best for last 吃完之後 吃完的 吃完嘴 最面臨 我還在爛 吃完那個 就像 我們 nehmen 這次